最早今日時事眾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馬英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6月14日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 特朗普執政時期出台的聯邦撞火槍托禁令 該禁令與2017年10月發生在拉斯維加斯 造成60多人喪生的大規模槍擊慘案有關 當日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有6位投票之前推翻禁令 而索利亞索托馬若兒和另外2位自由派大法官對此表示反對 部首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認為 撞火槍托不會讓半自動步槍變成機槍 就好像快速扣動板機的槍手 不會將半自動步槍變成機槍一樣 即使加上撞火槍托每次扣動板機也只能射出一發子彈 對反對推翻這行禁令的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馬若兒寫說 推翻該禁令的決議將會帶來嚴重致命的後果 因為這行的裁決阻止了政府阻止像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兇手般 人使用機槍的努力 另外2位自由派大法官卡根和傑克森 贊成索托馬若兒的意見 當日索托馬若兒刊見地在法庭上 宣讀了他的反對意見 以凸顯他對該裁決的不滿 在撞火槍托禁令出台前 勇槍人士可以使用撞火槍托改裝半自動步槍 改裝之後的武器能以每分鐘上百發的速度發射子彈 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兇手帕多克就用撞火槍托改裝半自動步槍 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動出台聯邦撞火槍托禁令 以回應2017年拉斯維加斯戶外音樂節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槍手帕多克從賭場飯店高層房間開槍攬射 打死61人後在行空建場飲彈至盡 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和槍械管制組織都認為 撞火槍托的原理意味著他們都屬於機關槍 特朗普曾經形容撞火槍托將合法武器變成非法機器 2018年聯邦煙酒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 將這種裝置重新歸類為機關槍 該機構估計2010年至2018年全美總共出售 約52萬個撞火槍托 根據特朗普政府頒布禁令 擁有撞火槍托屬於犯罪行為 最高可以判處10年有期徒刑 6月14日墨西根大學公布最新數據顯示 6月初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意外下降 跌至7個月來最低點 主要原因是墨格居高不下持續影響個人財務狀況 墨西根州大學報告顯示 6月初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從69.1%下降至65.6% 其中消費者預估未來5-10年物價年均上漲為3.1% 略高於5月3% 消費者預估未來1年物價上漲率為3.3% 同5月持平 6月初美國消費者對目前個人財務狀況評估指數下降12點 跌至79這是去年10月以來該數據的最低點 反映了消費者對個人收入的擔憂 分析市指出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 與勞動市場平原的跡象相符 聯邦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5月全美失業率從4月的3.9% 上升至4%是兩年多的最高水準 墨西根州大學負責消費者信心調查的 徐匯安發表聲明說 雖然低收入家庭群體的工資收入 在強勁的勞動力市場上明顯增長 但物價居高不下 即使通貨膨脹已經放緩 他們預算仍然很緊張 特朗普日前出人意料公開為共和黨之名 反德人士瑪麗蘭前州長霍根貝書 就在幾日前霍根還敦促所有美國人 尊重紐約州法院陪審團對特朗普封口廢案的有罪判決 6月13日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我想看到他霍根獲勝 我認為他有可能贏 我知道其他人發表了一些強硬言論 但我只能從我的立場來說 我關心的是黨派 我關心的是國家 5月30日特朗普被封口廢案陪審團定罪 之後霍根公開拒絕為他辯護 這個引起了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憤怒 當時特朗普聯合競選經理拉奇維塔 在社交媒體X上回應霍根的言論時 寫說你的競選剛剛結束了 共和黨全會委員會聯合主席特朗普的媳婦努拉 當時也評擊了霍根說他不值得尊重 但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主席戴恩斯 就為霍根辯護稱馬里蘭州前州長 正在競選馬里蘭州而非密西西比州的國會參議員 霍根2月9日啟動競選活動後 迅速成為共和黨提名戰的領跑者 他在落逐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卡丁退休之後留下來的席位 該席位的民主黨競選者包括 馬里蘭州民主黨國會眾議員特隆 和喬治王子元長奧爾布魯克斯 霍根參加競選無疑為民主黨人帶來巨大挑戰 霍根曾經是美國支持率最高的州長之一 特朗普執政期間 他也是直言不謂批評特朗普共和黨人 今年大選中霍根多次拒絕為特朗普背書 表示他既不支持這位前總統 亦不支持現任總統拜登 同次的是特朗普為霍根背書 最終可能會傷害這位兩屆州長 因為特朗普2020年競選總統時 只是在深藍州獲得32%的選票 在特朗普表態支持霍根後 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抓住機會 當日下午發表聲明指出 唐立特朗普希望共和黨人拉里霍根進入參議院 特朗普日前宣稱 密爾華基是可怕的城市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立即抓住這個把柄 在該市購買多塊廣告牌大肆宣染 6月13日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發言人托夫斯發表聲明說 特朗普明確表達了 他對威斯康辛人和他們家鄉的藐視 在今年11月總統大選中 威斯康辛是有關鍵的搖擺州 特朗普和拜登將會再次在此展開對決 托夫斯的聲明說 這種不喜歡是一種商戶的 2011年 威斯康辛就送給特朗普一張回到海匯莊園流亡的單程票 並且將拜登總統送入了桌原營辦公室 7月15日至18日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將在民意計劃舉行 預計特朗普在這次大會上被正式提名 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然而6月13日 特朗普在國會山莊和眾議院共和黨人回面時竟然說 麥爾、華基、我們要舉行大會的地方 是一個可怕的城市 特朗普評論被新聞媒體Punchbull的記者 謝以萬輪率先曝光 特朗普的發言人約翰尚迅速回應 斥責Punchbull的報道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及錯誤的描述 他在社群媒體X上稱稱 特朗普當時說的是犯罪和選舉問題 而威斯康辛州國會共和黨人 就會對特朗普言論提供了不一致的解讀 民主黨在密爾、華基買下十塊果告牌 其中幾塊配有紅色背景 聰明地印著這句話和特朗普的照片 特朗普日前在華盛頓 和大約一百位美國最大公司的執行長舉行私人會議 據多間媒體報道 特朗普在會談中承諾 如果他在11月勝選 他將進一步降低 他在首個總統任期內 已經大幅削減的公司鎖得碎 當日參加會議的大公司執行長 有摩根大通的戴木和蘋果副黑等日 另一場貴度性的商業原唱會議 活動由小報喜政府的白宮幕僚長 若舒亞博爾頓注持 目前美國企業的所得稅率為21% 特朗普承諾他將會進一步降至20% 儘管幅度很小 但對美國大公司來說 每年都可以省下數十億美元 特朗普在會議上說20%是個不錯的數字 特朗普誓言他將共和 2017年推出的稅務改革榮救法 他承諾若勿連續該稅法的關鍵部分 包括明年將到期的個人和小型企業減稅條款 他還主張小費收入不繳聯邦稅 這是6月9日他在拉斯維加斯競選集會上台首次提出 此外特朗普也向美國大企業的高層承諾 如果他贏得了第二個總統任期 他將會大幅減少聯邦政府對企業的監管 他評擊能源項目和其他方面的許可申請程序 指責這是另一種刑失的監管或爭取 當日早點的時候 白宮幕僚、蔣劫、夫齊欣 也向出席商業園卓會議的大公司夫曾發表演說 全美三個代表老年人的團體日前宣佈 他們支持民主黨人拜登連任總統 拜登的競選團隊一直努力擴大他在全美老年人群體現 亦有的支持因為該群體何能有在於 遞消其他選民群體支持的減弱 6月12日全國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維護委員會 社會安全工作委員會和全國保護退休金聯合委員會都宣佈 他們在2014年總統選舉中支持拜登 其中全國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維護委員會 曾在2020年打破38年的傳統 未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拜登背書 今年1月擁有440萬成員的美國退休人員聯盟 明確表態支持拜登競選連任 全國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維護委員會 特主席李奇曼稱拜登一直之力於保護老年人福利 該組織不相信特朗普會保護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福利 拜登的競選經理羅德·李格斯說 這些組織代表了數千萬美國老年人 他們將在今年11月大選投票之前組織動員他們的同僚人 羅德·李格斯說 有了今天的支持 我們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 跟準備好動員全國老年人提醒民選民 特朗普和他的政策有多危險 叫他們在今年11月再次成為失敗者 6月11日 該組織的競選團隊退出了老年人支持拜登何錦利項目 這是一項自在激勵65歲或以上選民的草根項目 已經舉辦了十多場活動 在11月大選中 年老選民可能發揮關鍵作用 因為他們的投票率高於其他任何群體 在威斯康辛州、墨西根、賓州、 北卡羅來納、喬治亞、阿里桑那、 內華達等的關鍵戰場州 約有1000萬名老年選民 老年人通常會為共和黨人投票 大距離對拜登越來越多的青睞 對他的競選團隊無疑是一個好消息 拜登現年81歲 是美國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 2020年人口普策發現 美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5600萬 佔美國總人口近17% 2016年 特朗普以7個百分點的優勢 在該年齡層選民中獲勝 2020年拜登將差距縮小至5個百分點 在目前民調中 拜登反而以微弱的優勢領先 公共廣播日前換人熟悉白宮計劃的消息人士 爆料說 還與拜登預計最早在下星期宣布 一項新行政命令 對某些居住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實施大赦 保護他們面租遣返 根據PBS報導 根據拜登新行政令將明確保護美國公民的無證移民配偶 不被驅逐出境 並允許他們在美國合法工作 此外還可能會提供一個讓他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簡化途徑 據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預計6月18日在白宮一場活動上宣布大赦消息 這場活動志在紀念奧巴馬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行動 DACA行政命令頒布12周年 當年由於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頑強阻礙移民法改革 奧巴馬為了留住近8萬名同年時期非法入境 長期在美國生活的年輕無證移民 被迫以頒布行政令的方式 允許這些移民申請留在美國上學和工作 等待國會推出新移民法 但一直到現在移民法改革仍然沒有進展 白宮一位官員稱 目前拜登政府尚未就可能採取哪些 額外行動做出最終的決定 白宮發言人赫爾·藍德斯告訴媒體 拜登政府還會繼續探索一系列的政策 選擇我們之力於採取行動修補 我們之力不可稅的移民制度 如果拜登決定大赦 現在還未清楚會有多少無證移民受到保護 一些國會議員和移民權益人士估計 新的政策最多可以影響110萬人 1986年雷登總統簽署一項法案 大赦了270萬在農場非法打工的無證移民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 Guard 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auric東沒有人 都沒有人 都沒有載民 1個 5個 2個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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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 2個